那请问主委我们有没有要修法 两个面向 第一个是中国大陆来台的挖角 向陆委会喊话应该要再修法 因为近期中资未装成国外公司 高薪挖角台湾人才层出不穷 但违反两岸人民关系条例 行度很轻 只有处一年以下有期徒刑 对于核心关键技术的部分 提升到国家安全法 而不是在经济部所属的 营业秘密码来做出力 国内半导体记忆体人才多 中资砸高薪挖角台湾人才 带枪投靠 像是二零二二年二月 隐线金大厂金锁光学 还有影像封装大厂同心电子 甚至还有记忆体大厂 美光科技都有出现泄密案 另外前台积电工程师 也遭到判刑一年六个月 可以说明一下来台湾挖角的多少人 会是原材吗 从二零二零起 调查局侦办超过三十个个案 其中有十九间是未台资公司 十一间假外资 两间在台私设的研发中心 还有一间入企在台办事处 试案人数将近六百人 就怕台湾软实力被红色供应链 可疑破坏 投审会也会加强审查 未来会以违反国安法认处 最高可判十二年以下 有期徒刑政府要拉高行度 遏止中资挖角歪风 新新闻赵艾姐和孟哲采访报道